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像不像小时候那个炸虾片 炸之前的样子 透明的 闻起来呢 香香的 而且看起来这个样子呢 很像小朋友爱吃的薯片 这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啊 我们要继续走进清代明依夜天市 这个呢 是她最爱用的一味药 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先猜猜好不好 猜中了月月做主 送您两片 来 哪边先猜 我们这边先猜好不好 来 我们这位拿相机的观众啊 这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来看养生堂啊 您请坐 您请坐 来 您看看认不认识 猜得出来是什么吗 还真猜不出来是什么 见过吗 我也没见过 想尝尝吗 想尝尝 那您尝尝 还挺软 撕开了 怎么样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什么味儿啊 有点酸 有点酸 这个口感像地瓜干吗 有点像 有点像 酸酸的 所以您的答案是酸味的地瓜干 是吧 酸酸的 是 好 您拿着吃吧 没事送给您 来来来 来 您的 添麻吧 好啊 像的 添麻 像地瓜干一样 您尝尝 您为什么知道是添麻呢 就我老看这个養生堂 我学的知识 真的呀 怎么样这味道 有点像鱿丝 有点像鱿丝 鱿丝 真的假的呀 真的 有点鱿丝 有点酸味 还有点酸味儿 还有点酸的味儿似的 有点醋的味儿 挺有气味儿 嚼劲了是不是 那您一边嚼 我们一边计考答案 看您猜的对不对 好吗来 掌声感谢一下这两位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么到底我们的观众 这个猜的对不对呢 有点酸 挺有嚼劲的 口感还不错 这是一位神奇的药材 到底它能治什么病呢 掌声请去今天 做客养生堂的两位嘉宾 我们要欢迎的是 中国中医科学院 针灸医院院长 吴忠潮教授和陈仲杰博士 欢迎二位 吴忠潮主任医师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院长 中央保健会诊专家 陈仲杰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医学博士 今天我们一开始 让大家 先尝了一尝 酸酸的 有醋味 但是呢挺好吃的 这是南洋先生最爱用的一种药 到底它是什么 我知道了 一看这个吴院长的表情 我就知道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 先讲一个故事 是这样吗 先讲故事 第一要问我这药是什么 第二还叫我讲故事 对 一定许的故事 不止工作了 那么首先我简单地说这个药 也说两句啊 这个药第一小时一天是常用的药 这个药它用的很有经验 这个药本身它比较平和 不熬不逆 自熬不刺 现在讲呢 细熬不菌 有补有细 补中有细 细熬有补 所以说 它来讲呢 对于是像 头痛啊 一些关节疼痛啊 等等的 就有很好的作用 包括今天我们经常说用的 什么高血压病啊 中风病啊 等等也经常使用 高血压中风 头晕头痛 关节病 它都管 大家都管 那我也嚼一片吧 您接着说 这个究竟是什么药 这就是我们继续完成 我们约约教给我的一个 讲故事的任务 这个故事来讲呢 发生在康熙年间 在古老的顾书城外 有一家四口人家 这个人家有一个 长得如花似玉的姑娘 18岁 名叫巧芝 她来讲呢 经常常常她奶奶 喜欢到顾书城 到顾书城里面去赶集 赶集有一天来讲呢 去卖柚子 就把这个钱包 落在了这个柚子摊位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卖柚子 是陈兴的小伙子 叫陈广平 陈广平小伙子 以后来讲这个钱包 这个双方都来找了 那么最后来讲呢 这个小伙子找来找去 终于找到了这个姑娘 把这个钱包 这个还给了巧知 这样子来讲呢 他们彼此就认识了 认识以后啊 这样来讲呢 姑娘经常去买卖柚子 一来二去就产生了爱意 开始谈恋爱了 广平来讲呢 始终没敢流露和表达出来的姑娘的一个爱意 内向 内向 这个姑娘想怎么回事 这个小伙子怎么 这个 不在乎我 而且来讲呢 一定意识都没有 就渐渐的心里很郁闷 郁闷 那久以后啊 就生了一种病 生了病了以后来讲呢 就落下了一个症状 什么症状呢 就是头疼 头疼得很厉害 经常发 发来以后 每次发的时候 这个喉咙里面还有东西 好像一口气一口痰 躲在那个地方 这个很难受 这相思之苦都转化成真正的疾病了 真是病的 那以后来讲呢 这个到处找医生看 也没看好 陈广平发现了 她也帮助四周打听 她是个有心人 再说来讲呢 对李星也喜欢这个姑娘 她想能不能把这个姑娘 把这个病看好 看完以后来讲呢 就打听一天试 说这个医生很神奇 又又很灵 又是一味药 就能把病看好了 以后她就找到了一天试 一天试就问了原委 她把姑娘生病了 是头痛 这个喉咙不舒服 有弹毒的这个症状 跟一天试说了 一天试 朝这个小伙子看看 她是你家里什么人啊 她说目前还不是我什么家里什么人 那你怎么这么热心啊 她说本门 医大夫 这个姑娘我很喜欢她 是我的意中人 是我的意中人 但是你意中人 你告诉她没有 为什么 她说我现在 自己去穿 都犯愁 我怎么 这个好意思 有那娘姑娘跟着我受苦呢 是那个时代又不能裸昏 又不是跟我受苦呢 一天死了又说事 她说同时 这个人家还有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来讲呢 她经常腰疼 腰疼来讲呢 这个腿不能着地 一着地 好像这个腿子 抽了一个麻筋一样的 很难受 因为姑娘这个事 我姑娘头疼病 她有焦虑 又害怕 又担心 现在这个病越来越重了 一天试说 这样吧 我来看能不能帮你 她就跑到了药柜子旁边 把药柜子抽开 这个又拿了一滴子药 这药只有一味 但是是不少 她把它分成三份 她这一份来讲呢 回去给老婆婆吃 老婆婆来讲 你告诉她 每次来 拿一个两个的 这个 给她用 跟猪的脊梁菇 猪的脊梁菇 猪的脊梁菇 骨脊梁菇 给她一起烧 给老婆婆吃 另外呢 这一对来讲 你跟那个姑娘吃 巧智吃 巧智吃来讲呢 你把它打成粉 木成粉 粉在家的川胸里面 给它开水冲覆 这还有一对来讲呢 你就回去 你把它给我 买到你的庄稼地里面 庄稼地 埋到庄稼地里 像庄稼一样 从庄稼地里面 广平来讲呢 就按照一天式的丰富 医药三用 这个医药三用了 诶 正奇 这个老奶奶 这个老婆婆吃了 这个药以后很快 药也不疼了 腿也坐地 也能行走了 这个姑娘来讲呢 很快头也不痛了 喉咙里面也通常了 情绪也好了 身体也好了 第二年 这一换来讲呢 就是一年 第二年开村以后 这个它埋到地里 就开始长苗 长苗以后来讲呢 到了该搜后的自己搜 发现这个 长的东西上面 上面长红红的红阴碎 碎子红红的 不长椅子 最后来讲呢 挖出来这个根来讲呢 也不带栩子 它这个来讲呢 就拿到一天是那地方 正好来讲呢 这一年来讲呢 又来讲呢 又加大长 这个一天是拿着看 他一天说 这个就是我上次给你 种在地里 长的那个果 这个根块 他这个 现在已经很值钱 这个因为前年 前年的时候 这个又加很低年 意思是去年 大家就不肯种了 所以说你种下去 今年来讲呢 喜好丰收 而且来讲 正好大家去约的时候 能够买个好价钱 他说你赶快拿到 家家去 去药室里面去卖 南洋先生给小伙子 指了一条生财之路 对 但是当时他不知道 以后呢 他就 他说你为什么叫我种这个呢 他说我说实在的 我给你 这个用药的同时 给你 让你来讲呢 这个有一份收入 赚你钱来讲 把你心仪的姑娘取回家 另外来讲呢 有了药以后 我们可以回去 跟独的人服务 这个一天是这么一说 这个小伙子 十分感激 十分高兴 南洋先生太久了 正用心良苦 既治好了他的病 让他取回了 马上将取回心仪的姑娘 还要给独的人服务 以后来讲呢 这个小伙子 就把这个药 这个卖了 又继续扩大种植 成了一个药笼 种植户 清延其一家了 就相当于现在 清延其一家了 这个房子 用这个钱 秀了房子 给我这么把姑娘取回家了 这段事情成为一个美谈 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一天是用了这个药 都很神奇 又有药 治好了姑娘的头痛 喉咙堵舌 还有老奶奶的关节病 你看药多好啊 这个药就是今天 我们桌上摆的这个药 现在这个药 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个药 那我还能回家种一个吗 这个药 这个已经不能种了 我也想有一个这个生财之道 你生财之道 种下去之后 明年再做一堆 这个 真正要种了 我看 不是这种 不是种 把我能种的药 给你拿上来 行啊 我看看能种的是哪一种 来 好 这个都是一天四 当时交给小伙子的这种药 这个是可以拿回去种的 拿回去种的 那这个药到底是什么呢 看起来很像一块白鼠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麻 天麻 天麻 我们那位观众答对了 送你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你拿回去种吧 来 来 好 谢谢您 谢谢阿姨 谢谢 阿姨说以前看过我们节目 见过这个 所以就记下了 果然就是天麻 可是这个天麻 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还想多问一句 天麻 为什么叫天麻呢 天麻呢 是我们中医里边 比较神奇的一个药材 也是一个比较名贵的药材 中医的好多古籍呢 对天麻都多有论述 东晋时期的葛洪 他有一个爆铺子 这是他的一部著作 在爆铺子里呢 就管他叫毒窑之 之呢 就是灵之的之 可见他也属于一种之类 另外他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赤剑 赤就是红色的那个赤 剑呢 就是弓剑的剑 因为他的那个植物 精是红色的 然后他那个直立的样子 就特别像一把弓剑 而且是红色的弓剑 所以就管他叫赤剑 天麻是一个草本植物 然后他一般是生长在林区的山间 在初夏时节 它就会长出一些花碎 然后花开了以后呢 就会结出一串串的果子 一般从前采药人 都会顺着那个花碎 往地底下挖 就能挖出他的块筋 这个块筋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天麻 天麻你要看上去呢 它没有根 也没有叶片 像这样一个 也没有根 也没有叶片的东西 很容易让我们 以前的老祖先想起来 这就跟天刺之物 联想在一块了 另外由于它的功用 主要是治疗 头晕目悬 四肢麻木 所以它这名字的由来 就是综合了它特殊的生长状况 还有它的药性功用 就被人称作是天麻 天麻 腥味肝平 这个肝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平时说的甜 平就是说它比较平和 不像大黄什么的 它比较巨猛 它是主入肝筋的 肝筋呢 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有密切的关系 凡是属于肝味的这个药 大多数都有补虚的作用 就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有人参 党参 当归这些 它都有补义气血的作用 在它的性味里边 都有属于肝味的这个特性 天麻也是 天麻也有补义肝身的作用 同时九福还可以强腰吸 一经气 有补义气血的作用 上天自语的 没有跟 然后看起来呢 就是圆圆的 而且能够治头晕 治这个四肢麻木 所以叫天麻 是这么来的 这个天麻为什么能够治疗头晕 像故事当中呢 老奶奶这个腿脚不利落 女孩的这个头晕 包括喉咙里不太舒服 为什么这一味药都能解决呢 冷了 生病了以后 它有很多的情况 一般来讲呢 这个我们前面所讲 那个姑娘 请自越界以后 时间久了以后 这种情况就用于 谈与组织 谈与组织 细织不畅 一般来讲是一个 肝月气质 那么我们正常的 很多人来讲呢 呃 是一个肝羊偏旺 火气偏重 因此来讲呢 风扬上了 它有时候也头晕 那么 还有的来讲呢 我们年老了以后 有点体虚等等 这种情况下 往往来讲 这次也有一个虚风力动 所以容易头晕 所以说等等等等 所以说天麻来讲呢 它正好能够 受到这个病剂 因此来讲 能治疗很多的病症 另外来讲呢 一天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一天是熟知的这个病症 它来讲呢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病 一个是 头痛 是吧 为主的 还有一个脑链的腰体痛 实际上来讲 这涉及到 同病抑制 抑制的问题 实际上这要 病肌相通的 都是 最后都是 间罗组织 其实不畅 避症 避症 这个 这时候来讲的 不痛之痛 这个头痛也好 这个腰痛也好 腿子麻木也好 都是一个病基 所以说 这时候 正好是和 天马的实际症 就有很好的疗效 那么在现代的话 天马主要用于 调理什么样的疾病呢 现在来讲呢 能治疗很多的疾病 我们经常见到的 像一些 我们现在想最多的 像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压 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 我们的这个 血管壁射 脑梗射 中风 腰腿痛 我们洗脊间盘特措 我们的下肢麻木 等等等等 很多的疾病 都会用天马来进行治疗 天马里边有一个 有效成分 叫天马素 它呢 经过研究 发现它能提高人体 血管内皮细胞的活性 还有它的生存率 增加脑血流量 可以降低血管阻力 同时好多研究 从天马里边的提取液 可以改善学习和记忆 有这个功能 可以预防心脑的早衰 所以说 适合好多人群来吃 那也就是说 在座的各位观众 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如果有您刚才提到的 那些症状 都可以用天马 是这样吗 对呀 您再总结一下 都有哪些症状 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压来讲 我们看一般来讲 高血压往往 头晕头痛 头痛 甚至这个 经常僵硬等等了 关节疼痛 或者是来讲的 关节疼痛 麻木 或者是肌肉萎缩 或者是说来讲的 感觉减退等等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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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可以 请吴院长看一看 我们现场 有没有特别适合 用这个天马的观众 好 可以吗 好 您看看 我们来看看 这要看哪些方面呀 一看就能看出来吗 一看来讲我们说 假如说 其实刚才这里来讲 分率应该是两大类 两大类 以类来讲的中风 内脏病为主的 中风内脏病 中风内脏病 内脏病为主的 还有一个类来讲的 有体通的 这是四肢关节病 叫筋脉病 筋脉病 实际上是两大类 两大类 是两类的病级来讲的 有所不同 那我们就一样挑一位 对 我们就一样挑 您先挑高血压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 对啊 我们来看看 请问你今年多大了 68 68 这个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血压是100 稍高一点 不高 140 90 低 高的140 高的140 也到了 您接高血压 现在变成心理标准 已经是高血压 没吃 咬什么也没吃 已经是高血压了 没吃 这个你平时身体怎么样啊 挺好的 天天上天坛 西边锻炼半天 那么总体上 身体还可以啊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有没有头痛脚轻啊 头晕啊 有点头晕 有点头晕 这个来讲呢 还是 腿麻吗 这个腿麻 这个来讲呢 还是它的血压平高 它是硬化 那个你眼 有时候这边 这边有时候头疼 对对 有时候肌力还减腿 有时候这眼睛啊 抹过流流眼泪啊 那个什么 今天看人都看着看着看不着 我特着急 她的眼睛啊 画不了换人 愿意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这平红 谁翘起来 是下手 我去上火 这眼睛很红 这个来讲呢 就是月月 这就是我们经常呢 就是风阳上楼 今天见到你们两个人 风阳上楼 肝阳上抗 这个所以说 眼睛发红啊 眼睛实力减退啊 头晕啊 头痛啊 再加上动脉的高血压 动脉皮运化 血管偏细 脑供血不够 这些典型呢 我们说它是风阳上楼 可以用天马 可以啊 我们到台上来 让专家好好给您看看 好不好 谢谢 来 爱你先在台中间等我一下 好 好 来 我们到这边来看 这个弹尸的体质 那么身上来讲 应该从弹尸组织筋脉来讲 应该哪里有什么疼痛 有什么气血不长的状况 有吗 你哪里有什么疼痛吗 我这个关节疼 这个手关节疼 这个你看 这个底下脚关节疼 你看这个就是腰 腰 腰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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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老鼠跟病病 那我们请到台上一块看看 她这个来讲呢 是四肢病为主的 好 阿姨我们到台上来 我们要说一说天麻的具体用法 现场呢找了两位阿姨 都适用于天麻 我们请吴院长再给分析分析 为什么我们这两位阿姨最适合呢 这个这位阿姨来讲呢 她是血压偏高 实际上就是已经到了WHO最新血压 症状标准的高血压的程度 而且来讲呢 她有风扬伤脑的症状 那比如说眼睛干涉了 看不清 头痛啊 头晕啊 刚才来讲呢 讲话的时候脾气气躁啊 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 风扬伤脑的症状 那么这个来讲 如果用我们现在在说来讲呢 就是相当于老动物硬化呀 高血压啦 那个工序不足啦 这个有些累责的功能紊乱啦 等等来讲 这个就是典型的是 天麻用于治疗 风扬伤脑的适应症 具有很好的作用 而且阿姨您再吐一下舌头 所以这来讲呢 品红 品红 它也来讲呢 扫薄的根后微腻 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讲是心肝火旺 以肝火旺为主 所以会比较急躁 会比较急躁 那么另外来讲呢 当然呢 她还扮演一些其他的病 那么第一个来讲 我们主要是线痰 与风痰上脑 在这位大警生上来讲呢 我们再来说 她的筋脉病 类似的 好吧 阿姨您吐一下舌头 我们看一下 她这个来讲呢 跟何无便宜 就翘起来 就翘起来 这下筋脉来讲呢 轻度的路障 但是来讲呢 根据她的这个脸色来看 脸色比较暗自 微黄 那么这个嘴裙呢 也不红 而且来讲呢 这个性格内向 那个她不急不躁 因此来讲呢 总体上来讲 她应该是一个 弹射为主 但是这部车 现在的渐渐有点滑落 弹射有点滑落 但是她的这个筋脉不畅 日久来讲呢 这个筋脉鼻祖的症状 是存在的 所以说她来讲呢 从上到下 所有的关节 几乎没有不疼的 是 阿姨说手疼了 手疼 这为什么有骨包呢 疼了 这是疼出来的包吗 这个肚子关节变形了 这疼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那么腰也痛 所有的关节都痛 对的 不一定什么时候 哎呦 那疼了 这个来讲呢 当然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她这个年龄 有点骨折疏松 阿姨您年纪是 65了 65 年龄增长也有点骨折疏松 再加上这个 弹射力竹的症状 静脉不常症状 是定型的 因此来讲我们说 它是以静脉病为主 也就是说我们叔叔的 静脉不常 关节疼痛 刺激麻木 等等的这些症状 也是天麻很好的适应 就是两位都可以用天麻 但是方法不一样 方法病肌不一样 对对 它的这个 对对 这个病肌啊 病肌不完全一样 它是以 肋脏失调为主的 是一个风阳上脑 它来讲的是一个静脉病 弹射组织 就以化肉 静脉不常为主 那听过吴院长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 两位阿姨呢 都可以用天麻 但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 方法不同 这样阿姨 我们先回座位上休息一下 然后逐一解决您的问题 好吗 掌声感谢一下两位阿姨 谢谢 谢谢阿姨 来您请回慢一点 那我们先来解决非常焦急的这位阿姨的问题 两位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倒有一个建议 对于所有筋脉不常的病人 都可以来讲用一个物理来锻炼的方法 物理锻炼 我们这里来讲用筋脉锻炼法 筋脉派打的方法来进行给疏通气血 这不光是来讲的 对于我讲的脏腹功能失调 像老中风 东北烟花 高血之类的 对于四肢关系疼痛 气血不常的同样使用 认为它来讲 派打朱阳明胃经 比较合适 朱阳明胃经 朱阳明多气多血 气血旺盛 气血调长了以后 有助于这个气血营养脏腹 有助于气血营养筋脉 有助于气血营养关系 能够解除足度的症状 而老年人 这各种症状的出现 都是在中老年以后出现 说明气血渐渐的蓄衰 筋脉不畅 所以说阳明胃经十分重要 阳明胃经从头到脚 到处走 阳明有时多气多血 因此具有很好的作用 这是卓阳明胃经 我们看看卓阳明胃经的巡形 这样来讲 有助于我们练习 这个卓阳明胃经的派打法 卓阳明胃经从脚的前外侧走行 以后来讲 沿着下肢的外侧 沿着我们下肢的外侧 一直向上走以后 到了腹部 到了腹部 在肚脐旁开南村的地方上行 以后到了胸部 胸部上行以后 一直到头 头领部 我们派打来讲 从胸部向下 也就是腹部 开始派打 四肢 一些主要的部位 这一部位来讲 都是阳明经巡形的部位 而且来讲 一些重要的羞维在这地方 而且我们 因为生病 气息不畅 这个胃肠功能失调 气息不作等等 谈语谈识组织 都也发生在这些部位 所以说就有很好的作用 我编了一个小口句 叫腹部轻拍 腹部轻拍 我们这样子拍 我先边说边解释 也试一下 这样子 这腹部轻拍 腹部轻拍 两手交分 这个不要这样拍不好看 这样拍 协调一点 这样子 轻拍 而且这样来讲 也很自然 那么如果是我们 日常锻炼的时候 还可以把这个 甚至留起来 这样动起来 可以做转体的动作 这就很好 这腹部轻拍 这个轻拍来讲 在什么部位呢 在肚脐旁开 蓝村的部位 这个正好 这样一拍 那么你如果是说 我们日常锻炼 你可以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一点来讲 这样 这个腹部轻拍 腹部轻拍 两手交分 交分 这是第二 这个 另外来讲呢 就是说 气血旺行 有足以气血旺行 气血旺行 中焦维温 气血旺行 这时候在中焦 脾胃所谓中焦 经脉通于中焦 中焦脾胃胃 只要脾胃旺了 你的功能就很强盛 争气充足 就不容易生病 叫气血旺行 宗焦维温 宗焦维温的那种温暖 那有助于藏心 下面 下面来讲呢 就我们拍过来以后 就到四肢上 到下肢 到下肢 下肢来讲呢 拍是这样拍 下肢 不错 这个我们就会转体 我们一般来讲呢 都是左拍右拍左 就一站着拍 把这个手向后面 手微微的这个手 握拳 握拳 一拍 张伙拍在后面 这个腰眼的地方 腰眼就是这个地方 是肾疏的地方 老年人都是 气虚不错 肝生亏虚 这个肾虚 腰体痛了 张伙还在这样子一拍 这样子一拍 就这个就可以站着拍 把这个来讲呢 放在下面 这地方正好是 笔关扶吐 笔关扶吐 那个地方是 很多的虚位 站着拍 就站着拍 以后来讲呢 这微微的去腿 微微的提一提 把腿提一提 因为你 你在拍的时候 这个手够不着了 因此来讲呢 这正好又向下移一点 就刚好是那个 穴位的位置 正好在虚位的位置 以后呢 到了第三个来讲 我们再把腿提一提 这样去提一提 这样呢 好 最后来讲呢 我们四蹬 在一站 二提 三驱 四蹬 把它蹬下来 这样 再拍一拍 这个地方正好是 做三里 风龙 做三里 鼓翼气血 风龙 话坛 通龙 这样 好 这个整个动作 就结束了 那这样您教教我们 心想观众 咱们一块来做一套 好不好 做一套 很好 来 来 我们第一排观众 起立吧 我们那位阿姨 也上来拍拍 对 哪一位 阿姨来 哪一位 好 现在我们来拍打一下 足阳明味精 来 這又彎一彎 彎一彎 這阿姨比我拍的美多了 把腿提起來 這腿提起來 這腿提起來 這拍胃筋 好 現在我們準備彎腰 彎腰哈 阿姨彎腰沒問題吧 準備彎腰 好 下次你們再一次重複就行了吧 這很好 正好是胃筋 記住了嗎您 記住了 拍這個有什麼好處 您再跟我說說 因為什麼羽羊胃筋 這樣胃不好 食肚不消 有個酸水 有個腸胃 老脹脹的不舒服是不是 難受 那這個拍胎有用嗎 對呀 這個胃筋癌痛 胃腹同時的胃癌有好處 這樣陽明胃筋 繼續旺盛 通常了以後 身體的靜脈就能夠通常 我現在講呢 就能夠營養脏腹 博人不是你的肝羊上抗 去期許育子 拍一拍這個脾氣 就會更好了 阿姨拍一拍 氣血運行流畅了以後 咱也不這麼急了 也不愛激動了 胃也會舒服一點 咱們的血壓呢 在服藥的同時 也能夠穩定一些 所以明天晨戀 我們就拍一拍 好嗎 謝謝阿姨 今天見到你 我真高興 靜在電視裡 看不見就見不著你 好 阿姨我們不著急 這個拍打很簡單 咱們明天早上就試試 好嗎 好 謝謝阿姨 好 來阿姨抱抱 謝謝阿姨 好 謝謝阿姨 咱們回座位 回家種田麻蟹 來 謝謝 謝謝阿姨 我們經常看到 很多老人 因為面對自身的一些疾病 他們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特別的著急 所以也特別欣慰我們的節目 能夠給很多叔叔阿姨 提供一些 可以真的馬上開始行動起來的 一些好辦法 我覺得阿姨可能是在平和一些 心態再調整一下 對於血壓會更有幫助的 往往我們看到高血壓的病人 都是脾氣比較急躁的 大家可以在晨戀的時候 或者是沒事的時候 就可以拍打 這個沒有什麼時間限制 對不對 沒有什麼時間限制 還有本身來講 從皇帝內建上面來講 因為九疼了以後 他肌肉開始萎縮 腿子沒筋 這個也就是 靜脈北竹的一種 最後出現了臨床症狀 皇帝內建上講 叫自衛度取陽明 就是陽明筋很重要 你說你治療的時候 一定要取陽明筋 而且來講 我們今天拍打 實際上也是治療 和預防的另外一種方式 還有一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是為什麼不去同事 同事更方便嗎 一個是除了互動的因素以外 更重要的來講 有一個理論 有一個理論叫 左邊取右右邊取左 左邊取右右邊取左 右邊取左 叫同明陽筋 同明陽筋 左右交叉 對應拍打法 同明陽筋 左右交叉 這邊是左陽明 這也是左陽明吧 左右交叉 對應拍打 對應拍打吧 這個來講呢 也實際上是古人用來 針灸的一種方法 叫鋸刺 我們這叫鋸刺理論 用來指導我們的拍打 拍一點點理論根據來 所以說大家沒事就拍一拍 越拍越健康 那麼針對剛才阿姨這個情況 我們吳院長 還給大家準備了一個小方子 來 天麻三七傘 這個來講呢 我就得送給一些老血管病 多麼硬化高血壓 像這位阿姨 帶一個房子 既有瓶乾淺陽 通筋糊落 也有回血化魚 蛤子 醬子的作用 天麻粉五顆 三尺粉三顆 溫水充補 每天兩次 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來講 我們就把它翻後腐 這個來講呢 對於這種 高血壓 高血壓 楓洋上腦 多麼硬化 等等的 就是很好的作用 這是我們這位阿姨的問題 給稍微解決了一下 我們還有一位阿姨 是膝關節疼痛 各個關節都疼痛 這個怎麼辦呢 這還能拍打嗎 拍打也行 拍打也行 也可以 這個拍打來講呢 這個很好 阿姨來講呢 你也會去鍛鍊鍛鍊 也很好的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面來講呢 我們還可以給他提供一個方法 可以現場嗎 現場給他一個方法 可以啊 可以啊 什麼樣的方法呢 我可以用一個 以天麻為主的藥 來給你調和一下 外敷一下 外敷一下 可以現場外敷嗎 可以 敷完之後會有緩解嗎 應該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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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期待一下 來阿姨我們來外敷一下 好那吳院長 我們現在做一下這個外敷方 好 這都是什麼呀 這是來講我先說 這是 是這類藥來講 以天麻為主 天麻為主 做成的 這來講呢 我帶來一點白酒 白酒 白酒 調和 這來講呢 我帶來一點蛋清 蛋清 雞蛋清啊 蛋清 這比較簡單 我們把這個藥 把這個 根據 根據部位的大小 疼痛的範圍 我們學說是 藥量是中的藥來 這是配好的藥粉 對不對 藥粉 不光是天麻 還有別的 那阿姨待會兒把這個 故方告訴您 咱先學會怎麼調 好吧 最後來講呢 我們倒點白酒 倒點白酒 倒點白酒 攪一攪拌一拌 白酒 白酒加的油 白酒啊 白酒能夠通筋互落 現在酒是偏溫 這度數沒有什麼規定吧 高度酒比低度酒好 高度酒 為什麼用蛋清呢 蛋清這樣來講呢 它能夠沾得好 綿合度會好一點 綿合度比較好 我們待會兒告訴大家 這個藥粉 是哪些藥配成的 我們請我們的陳太夫 給他把腿子敷一敷 這樣差不多了 是吧 您直指哪兒最不舒服 對 就那您按著的地方是嗎 對對對 可以可以 嗯 對 這個地方啊 嗯 好 稍微一點一點啊 一會兒呢 您回座位休息的時候呢 拿一個外套 把膝蓋這裹裹一下 不要著糧 是這樣吧 院長 正常的地方就是這兒 是吧 嗯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等我給你看看什麼感覺 對 大概敷多久呢 喝一個個二十分鐘吧 看看啊 不可意思 我都是這個 可能去不發熱發癢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他去了 不用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都有了是嗎 這個地方都有了是嗎 這兒 嗯 那時候他們說吃天麻糕 我就吃個水 您怎麼吃的呀 我把它泡了 泡了以後 泡水 泡水喝 喝完水以後 把那一節一節都給吃了 一天泡了幾片啊 您那時候 我要整個天麻泡 整個天麻呀 就那一大個 然後一起泡著喝 這量大不大呀 吳院長 一般整個泡 看著喝多少 喝幾天啊 喝好多天啊 對 這個禮拜呢 我們一節一節吃 天麻好吃 真的啊 它就像那個 翠山藥似的 哦 翠山藥 哦 你就是說天麻可以泡水喝 是嗎 吳院長 可以泡水喝 但是來講的最好的 還是把它 打成粉 打成粉 這樣來講呢 就 久住以後 它那個天麻袋 就容易 會揮發 哦 打成粉會更好一點 有效成分更容易吸出 對以前來講呢 做丸子 做散藥 等等呢 就比較好 哦 這樣就行了是吧 就可以了 綿酷 哦 綿酷 這麼怕冷 今天還是淋上呢 但我還好出汗 嗯 放下來 又怕冷 又怕冷 它是一個氣虛的 嗯 阿姨那15分鐘之後 給您拆了看看感受 那這樣子 等會來講 我們要結束的時候 就給您拆了 好 來 阿姨咱們回去坐會 坐會 來 沒事 阿姨來您坐那個位置 好 拿一個外套 把膝蓋裹一下吧 您的外套 再裹一下 謝謝阿姨 謝謝 天麻可以通路 治療很多的避症 那想問一下 吳院長 是不是夜天室 最願用天麻 也是看中他這一點呢 哎呦 這個夜天室啊 嗯 這個他 串逆了一個 武器人學學術 嗯 這個他認為 開始病人來講 在氣氛 嗯 久了以後來講呢 這個疾病就到了 血氛 嗯 也就是說病久了以後 就勇於熱絡 就是生病久了 就到了經絡了 久了落落 嗯 特別是血落 血落 我們很多人 氣血不畅 動脈 筋脈 一些瘀足 等等都是說 熱絡的反程 就是血落的反程 因此來講呢 天麻就能夠 來血落 能夠疏通經絡 嗯 同時來講呢 它又能夠 驅除 血落當中 玉組的成分 嗯 就像呢 痰啊 玉啊 種子啊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 血栓啊等等 這些來講 都有一定的作用 這就是說我們叫 經絡器 落足血 久病之的落 這個落 即使經絡的落 更多的是血落的落 所以說一天是 善用天麻 主用天麻 這個取得了 非常好的療效 嗯 那問一下陳博士啊 這個天麻一開始你說了 它是補藥 我怎麼聽說 這個心腦血管疾病的患者 要慎用補藥呢 一般的心腦血管疾病呢 一般是老年人居多 它存在一個 氣血肝腎的虧虛 但是現在的很多老年人 它表現的虛弱的症狀呢 並不是很明顯 反而是一些像氣質血瘀呀 痰痰护結的這些 更明顯一些 但是像在中醫裡邊 我們講痰痰痴這些屬於陰邪 就是陰陽的陰 然後我們對它的治療 應該是造濕化痰 這個講一個通俗一點的說法呢 就是像水呀 濕呀 痰呀 它都是屬於陰的 像陽光呀 風呀 它都屬於陽的 這個大家很好理解 那如果有一些水 我們想讓這個水消失 我們就得用太陽來照一照 然後把它蒸發掉 對 用風來吹一吹 讓它蒸發了 它就消失了 而一般的補易藥呢 它一般都是乾潤的這個性質 在中醫裡邊講 它有一些滋膩 它也是屬於陰的性質的 如果說用一般的 這些乾潤的滋膩的藥 來再治療這些痰瘀 阻落的這個情況 可能會加重這些病情 就比如像是 原來已經有水了 我們再給它加水 或者再下大雨 那麼這水就太多了 可能會氾濫了 就是如果是 鼻人痰濕比較重的情況下 有可能它的一些症狀 會加重 像血壓高啊 或者是風潭上流的 這個症狀會加重 但是天麻這個藥 比較獨特 它呢 雖然也是 有肝胃的這個性質 但是它在不易氣血的同時 它還可以去風潭 還可以平肝癢 所以它就避免了 一般的不易藥的 這個弊端 所以是可以用的 那在生活當中 我們怎麼用天麻呢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除了去大夫那兒 給開方子以外 在生活當中 比如剛才那位阿姨 自己就說了 我就是這一整根天麻 泡水喝七天 後來吳院長說了 最好能打成粉 那如果是打成了 這個天麻粉的話 想要泡水喝 汽水喝的話 多少克呢 我們說一般來講 天麻也十克到十五克 十克到十五克 一天來講呢 一次到兩次 一天喝一到兩次 就夠用了 那麼剛才那位大姐說 他來講呢 把這個天麻泡水喝 泡水喝 也未成不渴 但是來講呢 它的藥效成分 沒有得到追加的利用 因為酒泡酒煎以後 它的藥效成分容易損失 所以部分他用鐵麻袋 要用灰法 那麼當然 從居家來講呢 一般的百姓來講呢 喜歡鐵麻去煮啊燉啊 比如這樣燒漏了 放一塊鐵麻裡面燉一燉 燉東西的時候 燉燉 這也很好 這也可以 這也可以 對於一般來講呢 我們要好了 要好了 快要好的時候 我們放一塊鐵麻 切好的鐵麻 如果很硬的話 我們先把它泡一泡 切成塊 以後再放進去 燒個五分鐘左右 這時候就可以來吃了 因為為什麼 不能一起同煮呢 糾煮了以後 它的藥效成分會散失一些 明白 那麼一般來講呢 我們還是主張 把這個鐵麻 把它這個打成粉 沖複 和溫水沖複 這樣效果好 我們看到鐵麻燉雞 這個看起來很有食欲 我們經常說 藥食同源 很多藥膳在生活當中 也是經常會吃到的 就是在這個燉雞 雞快好了的時候 然後加幾片天麻 加多少呢 這個有限制嗎 一般來講 我們看你這個片多大 比如說這樣的片 給大家看看這樣的片 這麼大一片 一片來講 我們一般來講 放給一片兩片 一片兩片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夠了 它這個吃多了以後來講 就是說一個是 它這個藥效發揮得夠 夠用就行了 本來是越多越好 明白了 這個是天麻燉雞 但這個對於廚藝是有要求的 得會特別做飯的人 用這個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不太會做飯怎麼辦呢 還有更簡單的 添麻使用的方法 清添大屏幕 這個簡單 煮雞蛋我的強項 這個來講的比較簡單 來我們先添麻60克 雞蛋三個加1000克的水 以後把切成片的添麻 放進去煮 跟雞蛋煮過30分鐘 就可以吃了 一般隔天吃一次 用於頭緣目眩 反省來講呢 又需要補腦 春餓 要需要蛋白質的 這樣來講呢 這個效果很好 雞能夠補充蛋白質 補充卵雞 同時來講呢 也能通勁糊落 解決一些這個 獅子麻木 或者是腦袭病 等等 當中的一些輔助 幼兒和食物病用的療法 把這個添麻煮半個小時 以後來講呢 差不多了以後 雞蛋我的麵一打 把雞蛋煮熟了 就可以吃了 跟雞蛋糕一樣 那種 臥雞蛋 這是一種 還有如果是像這種 已經煮好的雞蛋 就比像菜單一樣的 就是說 你把煮好了以後 把雞蛋殼打到碎 再往那裡放 最後把皮包拿來吃 明白 就是兩種方法 一種是像茶葉蛋一樣的做法 只不過先把這個雞蛋煮好 然後30分鐘煮好了添麻之後 再把這個蛋殼包著 然後再把雞蛋放進去 對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添麻切片水煮 30分鐘之後 把這個雞蛋打到裡面 用阿姨的話說是臥雞蛋 臥雞蛋 臥雞蛋 也是外腐方法的一種 我們剛才給這位大姐 這是一種外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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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來講 外腐方法也很多 必須要去記載 我們當初來講 這個老夫爺 老夫爺 那個慈禧太后 她就來講 這個臉上 帶了一個這個面風病 實際上相當於這個面積麻皮 面積麻皮 面癱了 面癱了 用這個上好的貼麻 貼合洗油 來熱腐脊部 效果就很好 實際上就是通勁忽弱 當然除此之外來講 我們這個頭痛 我們也可以貼麻 把它加起洗油 來煮成水以後 洗頭 貼麻洗頭 這也很好的 這是我們看到 這個來講 是光繡皇帝的一副照 那麼光繡皇帝來講 帶了一種非常嚴重的 頭痛和循環病 每次發出她 幾乎都不能理朝鎮 那麼以後來講 就給她用天麻為主 來煎水洗頭 最後來講 把這個頭痛和循環治好了 用了多少的天麻 煎水洗頭呢 這個來講 根據頭痛的程度 和時間 一般來講呢 我們就是說 如果煎水洗頭的話 應該不低於一百克 不低於一百克 就是用它這個通落的效果 對 通落的效果 因為皮膚的洗手相對比較少 跟內腹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來講呢 天麻的用法 很多的 運用範圍很廣泛 那麼航天員上天 航天綜合症的時候 用天麻來講呢 這個 這個 服用 或者是 在修衣上 天麻 還能治療航天病 那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才呢 給這位阿姨做外敷的這個方子 到底是什麼 請看大屏幕 我們看這就是剛才 給阿姨附在膝蓋上 那個外敷的方子 大家可以記一下 這個就是 天麻二十克 南腥十五克 草屋十五克 川椒十克 細心五克 雞蛋青一個 白酒適量 把它調勻了 然後附在患處 記得患處一定要保暖 這個來講呢 就是以天麻為主要 配合一些其他通經 或是溫徵上寒的 又 對於這個 肢體關節痛楚 有很好的療效 但是呢 我要提醒三點 第一 這個藥是外用 千萬不能理敷 是外敷的 千萬不能吃了 明白 這是一 第二 這個藥來講呢 我們說 它有 總體上是偏熱 因此來講呢 第一 有一些 顧民體質的人 容易來講 如果是一個顧民的話 那麼我們就 就不用這個方子 因為敷了以後 起泡了 發癢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這個藥的 用的時間 也不要過長 不要晚上睡 晚上敷上去 早上睡覺 那時間太長了 我們感到 局部發熱 這個發癢 局部感覺舒服 這時候就可以取下來了 我們來問問那位大姐 看看她的什麼感覺 好 來 阿姨我們來到台上來 來 您回到我們這兒來 這是可以拆了嗎 可以拆 走 沒問題 走吧 您請坐 來 陳博士我們兩個來一塊 把這個拆一下 一邊拆一邊 您回答我一些問題 您感覺怎麼樣 有一點微熱 微熱 我的皮膚老是貼高要貼的都很 敏感是嗎 不敏感了 不敏感了已經 她貼高要貼的不敏感 但是能夠感覺到有點熱熱的 我估計可能一般的人 就會覺得很燙 可能阿姨經常貼 所以就覺得 微軟 微微的 有一點點溫度 這個微微熱就站好 比較固勁 太燙了怎麼會 好 我們看這兒都紅了 剛才貼沒有什麼不舒服 就是微微發熱的感覺 對 對對對 嗯 我把後面沾住了 我給你沾一下 我給你沾一下 好的 您跟我說說感覺怎麼樣現在 好像不太疼 真的嗎 我還疼 還有一點疼 就是每次活動的時候都會比較加重 因為它 因為這個藥吧 它僅僅是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整個旗蓋中了 它都不疼 它可能這兒不疼 有一些沒敷到的位置 是不是 但我估計敷一次的話 肯定不能完全痊癒 這個病已經很多年了 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要經常敷 經常敷 因為現在這沒敷到 我覺得這疼 就是敷過的地方好多了 敷過的地方還可以 是吧 嗯 是 對吧 沒敷的地方就被對比出來了 是嗎 對 就顯得不太好 那這樣 剛才吳院長說了 兩包藥都送給您了 您回家敷 可以嗎 可以 來 給您這個藥 好 這個我們去月月送給您 我們看到這是 吳院長還給寫了一個這個小方子 特別細心 那就吳院長說都送給您 您把這方子也拿回去 藥也拿回去 對對對 好嗎 好 來 吳院長您自己給我們這位阿姨吧 謝謝您了 您的一分心意 謝謝 謝謝吳院長 謝謝 謝謝 填麻的好處 講了很多用法 講了很多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大家看了節目要去買這個填麻了 但是怎麼能夠買到質量好的填麻呢 這個還對確有點俏面 這個我現在來講呢 手上這是填麻 填麻基本上都是我挑選來的 挑選來的 挑選填麻來講呢 還有一段口訣 有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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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櫻鍋嘴奧肚臍 外有環點乾薑皮 這個上面有一個一條紋一條紋的橫點 你拿去看看 橫點 你看 就繞著這個植物的本身 你看 這個上面有一條結一個結的 橫的 一圈一圈的 一圈一圈的橫的 這個來講呢已經不太明顯了 這個外有環點 乾薑皮 像那個生薑乾的 這個皮都是素的 你看這個一條條的皺紋 你看大家看那個皺紋都是素的 上面有一個環節一個環的橫的 皮是素的 這個真正的這個填麻這個嘴啊 都是上面 像那個英哥的嘴 一般來講上面有的最好的上面還有的紅紅的 對 像這個就有點紅紅的 對 像這個就有點紅紅的 肚臍下面是凹凹的 一般來講呢 這個要選植圓形的 這個中間有點彎 中間它有點彎吧 但是呢 摸上去有點扁 有點扁 這個是一條條的 一條條的橫紋 這橫紋 橫紋上面來講呢 有一個芝麻點 有這樣的來講呢 都是好的 而這地來講呢 搬開以後來講呢 要透明 這要透明 要透明 這個來講呢 就像我們那個皮革那個白白的樣子 要透明 就是說把它整個掰開之後 看到的是晶瑩剔透的感覺 晶瑩剔透的感覺 嗯 那麼這個就是上好的鐵麻 哦 那麼這個紋 痕跡的紋一半呢 都是十條到十八條 十條十八條 這樣太小了 裡面的灰白式的 等等就不好了 嗯 那切片呢 切片怎麼這樣呢 切片來講呢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我們切片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較好的 好的 這就是說我們是明鐵麻 明看上去明晃晃的 而且能夠晶瑩剔透的 嗯 能夠這個 好像這個裡面來講呢 一種這個很豁達很開朗 很明亮的感覺 嗯 那麼這裡來講呢 我們有幾個小鐵麻 是小鐵麻 我們切好的 這個小鐵麻就不好了 一個碎比較小 嗯 還有呢 這地來講呢 比較粗糙 大家一看一對比 就能看得出來了 你看就對比就 這個特別明顯 嗯 規則的形狀 顏色 這個來講就是好的 你看這是小的 嗯 細的薄的 一般來講呢 我們買鐵麻來講呢 如果是還有講這個 道地藥材 一般來講呢 在中國來講 四個地方 道地藥材比較好 一個是四川的廣原 湖北的神龍甲 金人的魂江 還有一個陕西的寧牆 陕西省寧牆 這四個地方 鐵麻是上好的鐵麻 嗯 叫道地藥材 可能大家看完今天的節目哈 都想用點鐵麻 但這個鐵麻呢 也不是隨便用的 有一些注意事項 請看大屏幕 這個使用鐵麻的時候呢 有一些注意事項 一般它的用量 控制在10到15克 這個是一個 比較安全的用量 一般不會出現 什麼不良反應 但是也有少數的人 在應用不當的情況下 會出現一些 不舒服的症狀 比如說 感覺頭暈呀 噁心呀 胸悶呀 還有皮膚搔癢 如果您出現 這些症狀的時候 那麼就一定要注意 停伏 必要的時候呢 如果症狀比較重 還需要到醫院去及時診治 同時這個鐵麻煎的時候 不易久煎 因為它的主要成分 鐵麻袋呢 是一個非常容易揮發的東西 所以它的 就是煎的時候要控制在 最好是用煎好的藥湯去充服 不用煎的時間太久 否則就是吃了也是 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我們在用鐵麻的同時 知道用法 選鐵麻的時候呢 知道對比 這樣的話呢 就能夠買到質量最好的鐵麻了 其實呢 幾期節目讓我們覺得 南陽先生啊 就像是我們的一位老朋友 從他身上呢 我們看到了當時醫生的一種周到 還有他的醫者人心 同時呢 還認識了很多地道的藥材 神奇的藥材 要特別地感謝一下吳院長 還有陳博士 謝謝二位 謝謝 您同一時間 北京衛視養生堂 我們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麼到底這個自測表 檢測的是缺什麼症候群呢 您知道怎麼樣 月月 我就是這個十二條吧 我刨住沒有這個老年痴癞 我全都有 都不同程度的缺氧 這都是一種病嗎 如果要是時間比較長了 延續下去的話 會出現了一系列的症狀了 還有哪些不經意的因素 會導致我們慢性缺氧呢